HELLO 大家好,我們回到這個Pokemon的一些新情報 都不算新情報了,只不過將之前那些再講一講給大家聽 這個就是Pokemon的傳說亞爾宙斯裡面會出現到會登場的一隻精靈 大家有看宣傳片都知道 這隻就是一隻野蠻鱷魚的進化,不是地區形態 因為其實以往都有一些不同的地區形態的精靈 或者是有沒有進化呢,好像不知道有沒有進化 突然間數不到,就有很多地區形態 但是今次的野蠻鱷魚就不是屬於地區形態 它是屬於野蠻鱷魚再進化 即是可能是亞爾宙斯的洗脆地區裡面要在那裡升 那這條魚就有機會再進化 好啦,今次這個影片大概講一講 可能四隻不同的...四隻新精靈裡面的一些圖鑑描述 大家如果有看到官方的宣傳片都知道 其實它是水幽靈系的屬性 這個屬性是曾經出現過的 就是黑白裡面的水那隻鬼墓...不是... 鬼那隻水墓,對啦 都不是一個新的屬性來的 它的進化其實都比較恐怖一點點 人們說恐怖,又或者是一個怨念 可以說是一個鬼的怨念 可以說是,OK 好啦,那洗脆地區的野蠻鱷魚進化之後 因為整群野蠻鱷魚的夥伴因為逆流而上 即是因為可能都是有些魚啊 要為了生存,為了產卵之類 如果說普通生態的話 就會逆流而上,上流 但是可能過程中這個階段就十分之艱辛 所以可能有些野蠻鱷魚的同伴就倒下了 有一部分可能會成為一個帶有怨恨 那個靈魂就會附身到其他野蠻鱷魚身上 它就會進化成為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優美 優美玄宇,OK? 那我自己覺得呢,其實一開始都覺得這隻是有少少日本畫風 一些妖怪的畫風 其實這隻都頗特別的 尤其是它後面這些呢 這些圈圈是很... 很擺明是一些日本的鬼... 古怪傳說,妖怪傳說等等之類的一些畫風來的 對了,那盛情就一旦感受到敵意就會亢奮起來了 我想應該是改變了它原本的野蠻鱷魚的性格 我們也可以看看野蠻鱷魚是什麼性格 好,那這裏就沒什麼說到這個野蠻鱷魚的性格是如何 但它也有提到就是紅色和藍色的野蠻鱷魚 就非常...非常之感情差 即是可能就沒有什麼好感 互相...如果撞到它一定會打架 我都好像沒什麼看過有動畫到會出現這一幕 好啦,那我們又講下一隻進化的精靈 就是這個鬼角鹿 如果你有細心看到它這個角的話 其實你可以知道它是經角鹿 但它就不屬於地區形態 它是屬於進化的 即是由經角鹿可能在洗脆地區上升到某個level之後 它就會進化 又或者是可能有些特別的進化條件都未定 好像上一個野蠻鱷魚一樣 它會不會是...可能身上帶有其他精靈 然後...假設可能有兩條野蠻鱷魚 兩條野蠻鱷魚呢 其中一隻可能死了 即是另一隻野蠻鱷魚升的時候 會不會再進化變成另一條優美鱷魚呢 也有可能的 這個進化條件 但當然要看官方怎麼公佈 因為還未公佈的 這個只是我個人的猜測而已 OK 好,講回這個鬼角鹿 鬼角鹿是有一般超能力的屬性的 這個屬性其實都一開始可能金文都見過了 就是... 麒麟奇 接著最新的劍盾都見過了 就是這個NDD的外管士 其實都... 都比較普普通通啦 又不是新的屬性啦 OK 那就看一看 洗脆地區經角鹿就會進化成鬼角鹿 就不是地區形態來的 其實你看他身上你也知道 其實他是屬於一種類似在一些寒冬的地區 就是因為可能要應付寒冷的氣候 他就變成一個很多毛 好像冬天的形態 就好像四季陸一樣 就身上可能又配合一些毛皮 好了,嗯... 一直都深受人的重視 身上的毛比較濃密 脫下來的體毛可以變成一個防寒服 是一個必備的衣物 OK 他的特殊就是 從角根上的黑豬可以生成 或者釋放精神能量 就是這一顆 這兩顆東西 釋放精神能量就是超能力 蜜足以扭曲空間 好厲害 天上的角會發揮天線的作用 用來探索安全的路線 身思始終統領一些年輕的經角鹿 這個很特別 是真的講到明 好像一支... 一個群體生物 不知道會不會遲些有機會在動畫裡面 或者在一些外傳裡面看到有這一幕呢 我自己都很期待 有時呢 在圖鑑裡面可能描述到 都有一些不錯或者特別的生態的時候 其實都很想在動畫裡都會看到 可惜Pokemon那裡有很多都未必看到 大家如果有看動畫都知道 其實他不是把很多一些... 基本的特殊能力 即是不同精靈的特殊能力 去展露出來 其實不是很多 好了 講完這兩隻進化之後 我們就講一下這個地區形態 那什麼地區形態呢 地區形態也就是說 就不需要經過進化 一出來已經是一隻另外樣的精靈 就不需要透過什麼野蠻魯魚再升上去 又或者是... 什麼...經過路這樣升上去 他就一出來已經是地區形態 就是這個護主犬 好了 那我們就去到這個官網看看 這裡有寫到就是火癌屬性的護主犬 就不是一般正常 大家看到的護主犬就是火屬性 好 那特殊呢 就是他的頭 他的體毛 柔軟的 還有這個癌性的眼角 剛才也提到 這個是一個石頭來的 好了 看看先 由於因為體毛柔軟 寶溫性高 令他在這個 就算在寒冷的洗醉地區 也可以有精力這樣去活動 而頭上的角呢 堅硬和尖銳很容易就壞 只有關鍵時才會用到 這個在圖鑑裡 在這個介紹片上也有講到 不去到最後一刻的話 他是不會用頭上的角去攻擊 是很厲害的 警戒心強 然後呢 就會有兩隻在這裡守護地盤 長時間和人類都保持著這個距離的生活 因此 與人類就不會親近 需要用一些時間才可以建立一些信賴關係 這是一些比較上說 很久一些古代的年代 可能是一些人類不會跟精靈溝通的階段 我想這個時代 好了到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就是勇士鷹 勇士鷹都是地區形態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如果他是地區形態的話 他就不需要勇士鷹升上去 而是由毛頭小鷹升上去 他就會變成一個洗脆地區的勇士鷹 勇士鷹就是超雲力和飛行蟹 這個屬性也非常常見 甚至在 我忘記是不是第一代 第二代就有的 就是這個天然雀 然後就有 那隻叫做 好像黑白也有一隻 黑白也有一隻超雲力飛行 還有黑白也有一隻念力鳥 不是不是 圖騰鳥 圖騰鳥 然後就有一隻叫做 深蝙蝠 深蝙蝠都是超雲力飛行的 都其實幾多弱點 超雲力飛行 這個屬性也不是初次見 第一次見 基本上 之前已經見過好幾隻 好了 看看勇士鷹在洗脆地區的一些描述 洗脆地區毛頭小鷹進化 就會變成洗脆的樣貌 冬季來的時候 就會從北方來 看來其實就大過勇士鷹 有幾大呢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 那個身高就1.7米 1.7米身高 普通的勇士鷹 他的高度是1.5米 高了0.2 其實都幾多 那會不會為他帶來一些力量性的提升呢 我想應該都會的 喜歡獨來獨往 幾乎就不會集結成群 他就是一個獨居精靈 然後這裡就講他的超能力 會用精神力量產生一些衝擊波 他可以將精神力量 附在戰敲上面一些鬼異的叫聲上 產生強大的衝擊波 狩獵就會用這些衝擊波削弱獵物的體力 並且施裂並且捕捉對方 還可以令第六感變得敏銳 進入出神狀態提升體能 應該是一些 如果以一招超能力的招式來形容 就是冥想 冥想 好啦 大致上這個洗脆地區的新精靈 就先講到這裡 其他我相信都不用特別講 余三家這些就普普通通 然後阿爾宗斯 故事關鍵的精靈 我相信應該是有關於 可能是這個世界式的創造 所以就圍繞著可能阿爾宗斯 一步一步創造這個世界出來 好啦 今次Pokemon的新作情報資訊 就不斷描述或講解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還有還沒訂閱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